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赛事直播 我是王瑞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给大家带来两盘棋的直播 其中第一局呢 也是这几天一直是连续进行的 湖盘杯世界女子围棋争霸赛 今天是第四局 那么这盘棋之后呢 我们还会跟大家介绍 第三届盛州王中王杯争霸赛的比赛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 王浩阳老师做客演播室 浩阳你好 王老师好 各位朋友下午好 那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湖盘杯世界女子围棋争霸赛 第四局 那么前三局呢 一直是我们的中国先锋 吴一鸣 一直是连胜的 那么他现在 已经是连续第四次出场了 那么今天登类挑战的是 韩国的二将许瑞璇三段 许瑞璇可能 我觉得可能很多奇迷对他 并不是很了解 因为这个 现在看到的是今天比赛的现场 许瑞璇呢 在韩国 好像我印象中 头衔好像 好像没有 但是他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这位是吴一鸣 吴一鸣今天换了一件衣服了 前三天我看到穿都是蓝色的外套 这个连续作战 小江吴一鸣三连胜之后 已经收获到连胜奖 我看到昨天他的采访 他还是表现出很强的信心吧 还是有信心的 他这个吴一鸣我感觉就是 也变化很大 这好像这段时间不见 对本来特别小的一个小朋友 现在好像也成大姑娘 现在也是这个研究室 中华研究室是大王磊教练 帅领的女子国手们 对 国家女队 对 吴一鸣当然今年15岁 你想你可能印象中 他还刚入段的时候 对 12岁 也差不多 可能是 那12岁到15岁肯定了 这个女大十八遍 一年一个样子 对 那么对 那么今天我们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凑 我们先进入棋局 好的 比赛也是中午1点钟开始进行的 那这盘 这棋就每次都是拆先 每次都拆先 每次都拆先 对 因为扶盘监 就是和农心监的规则是一样的 每方一小时之后是60秒一次的读秒 吴一鸣 今天好像是他第三盘黑棋了 第三盘黑棋 第一盘白棋 今天这个连续第三盘的黑棋 这个好像也无所谓 好像他自己 对 这个韩国规则是六木板 贴六木板 是 因为胡盘监是由韩国来主办的 所以采用的是韩国规则 他这个第五手 下了一个这个 这个还是挺少见的 但是他 吴一鸣第二盘 拿黑棋的时候 就是这个布局 就是这个布局 这是不是他别有心得的 那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队里边 给他做这个准备的布局 也是有可能 这个棋确实 这个很少见 还是少见 一般我们中国流标准的是在这里 低中国流 高一点 高中国流 对 他现在 走在这 走在这 很巧 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棋友 他就问我 他说 那个是个歪霸子 这个布局 什么情况 我说歪霸子是什么呀 他说歪霸子就是中国流 往这偏一路 这个名称 还有新意 他叫歪霸子 我就跟他说 你这歪霸子 我这棋 我感觉我第一感觉是这个 我第一感觉是这个 先看看你什么动态 然后再看上面怎么下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走这边 你搬这边 那我就搬下来 这样 这样就是说 黑棋肯定是实地还可以 这样 但是白棋呢 我就拆过来 这样将来就是你这 等于这个地方为我定型了 你这边的潜力 也就没多少了 对 这样的话 这个子如果说 远一路就更好 对 那中国流 对 但是他因为记录 对 白棋也可以 感觉白棋还可以 这样把你定型了 将来我就点33 这个地方我就不怕 你有潜力了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 你要是往这边下 比如说我立下来 就是可能搬一个 如果挡住 如果挡住 就虎一个 然后你走一个 那我有可能飞 有可能就是 有可能先飞一个 就是这个地方 将来我走完之后 可能我的变化就不一样了 就是我感觉靠一个 是一个适应手 你的第一感 对 第一感 对 我反正那天跟他说 只有这么说的 我说要是歪霸子 我感觉白棋可以考虑走这个 他说每次都被这个 歪霸子布局给 我们看许瑞玄 许瑞玄他是 挂脚 挂脚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下法 非常冷静 对 挂脚之后马上点33 非常冷静 其实这个挂脚之后 点33的下法 就是在中国流 标准中国流的时候 特别常见 对 是吧 对 那个时候这个点33 其实AI出来之前就有 对 AI出来之前 挂完脚之后马上点33来 问应手 AI出来之后 还下的是不是就少了 好像 没有 AI出来之后 就这个点33 好像AI还是投赞同票的 还是投赞同票 对 这个倒是没有怎么去看过 这个期 是 因为现在就有更多的新的AI定设 确实 那他现在在歪一路的话 那在你再点 是不是亏了 黑棋的意图 我觉得好像就是 就是说我这样的远一路 如果你还这么下的话 就如果说白棋 白棋肯定正常是这样走吧 这样走 然后飞一个 然后我靠住 就这 这是我以前学的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新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现在走这个 就黑的简明了 我就立一个 这个时候 然后你沾上 是吧 然后我跳一个 原来的棋 好像是下成这样 这样等于你一冲 走 虎住 这是一个双虎 我觉得这个好久了 是吧 对 好久了 这个定型 定型 当时 就是这个 中国六的时候 挂完点三三 是流行了 对 流行了一段时间 当时觉得白棋 效率还 就还可以 步调比较快 还可以吧 然后认为黑棋 这个子 后来就慢慢 大家就是研究之后 觉得 我这样子再远一路 可能效率更高 对 那肯定 我这立起来了 那我肯定是说 远一路 我的效率更高了 那就是他这个 是不是也就这么考虑了 有可能 所以这个歪一路 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但是你看白棋 它也是以不变因万变 还是选择的直接点三三 还是点 还是点 那你这个地方 应该不肯补吧 你补一个的话 你本来这样 这样这一路只差 其实你本来 你这样 你肯定不肯补 如果你补的话 等于这一路只差 差不了多少 那你补肯定缓了 你要是不补的话 那这个地方 你远了一路 那它将来打进来 你好像 肯定是 你如果能搬下去 靠完走上后视 这个效率肯定是高 是最好的 肯定是最好的 它应该是搬的吧 没有 这里脱鲜了 这里是脱鲜的 它在下面挂脚了 脱鲜了 这我是 我看看 脱鲜了 为什么呢 既没有扳也没有拐 脱鲜 也是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下法吧 是吗 是吧 可能 我感觉 我感觉不太是呢 这个棋被白的一虎 这个局部 白戏很愉快是吧 其实就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就等于 我三三 你挂脚 我拆二 就是你本来 你黑棋腥味 变成我的脚了 那这一出入的话 虽然你说也是定是 但是你肯定还是亏了 黑棋 但是我现在是点在这 你点一个 跟我挡交换的话 你肯定是亏了 这肯定是俗手 对吧 你本来各种 你这种靠 或者点这个 这点跳一下 肯定亏了 然后等于现在呢 白棋 虽然你多冲了我一下 但是我这个形状 好像并不见得比挡住差 感觉 黑棋 差不多是吧 对 就肯定不会比挡住差 就是局部肯定是亏了 局部肯定是亏了 但是白 黑棋的所得 就是这边双飞燕 黑棋 抢了一首棋 我怎么感觉 这个吴一鸣同学 就是我说实话 我感觉他虽然年纪很小 但怎么感觉 这个思想很像一个 老前辈的一个下法 怎么说 就是这个棋脱鲜的这个下法 我感觉很像就是我的前辈 他们的一种对其的理解 就是说避开一些套路 对 而且就是说可能追求一个速度 觉得你在这多花一手气 我可以快速 快速打散局面 但是现在你也知道 现在的围棋理念是 你双飞燕一点都不严厉 是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换成以前 可能双飞燕跟站脚的这个效率都差不多 但现在的话 双飞燕 尤其现在可能 征子还不太有力 征子还没有力 那么就是说 双飞燕可能还都不见得好 对 其实我觉得像吴一鸣 他如果说 你就连续两盘下这样的布局 肯定是有所研究的 别人挂了点三三 这之后的套路 你说他没有研究过 我不相信的 他肯定是有一些准备的 但是他主动放弃 主动来选择另外一个新的变化 是吧 是吧 这是个主动选择 是吧 那我们就再往后看看 再看看吧 是一个去向吗 我搞不清去不去 反正我感觉这个棋肯定是白棋要好一点 小姑娘有想法 有自己的想法 毕竟已经三连胜在手了 是吧 是 有她的想法 有她想法 很强大 吴一鸣 比较小看 这个棋 这个棋白的靠了长 还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这个许一选 这个棋因为征肢有力 我们说征肢有力 就是说黑棋如果脱 那么我端在外面 粘上 然后我打吃 这个征肢 正常来说 就是黑棋没有办法 然后呢 白棋提掉 像是这个局部的话 这个棋友们应该之前也听过 就是说这个白棋啊 局部手术和黑棋 其实是差不多 是一样的 就是不差不多 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白棋这个后视 比黑棋这个角地啊 好像它的发挥要更好一些 这个定式还是喜欢白棋的多一些 对 就是我给他们首个过一次 就是说这等于就是这个棋啊 跟这个差不多 就是这个棋 和一个小木 脱退定式 脱退定式 拆个边 这样 这样差不多 这样差不多 那么现在黑棋脚低的话 是十 十四木棋 对啊 白的是个这个 这个样子的 白的是个这个样子的 这个棋 那我们再跟刚才那个棋 做对比一下 做对比一下 刚才那个棋呢 变成了这个样子 黑棋多了一路 多了一路 但是呢 就是 这个拔了一个花 拔了一个花 然后呢 黑棋将来这个地方一断 基本上是白棋的权力 这个棋 断的话 王文老师 你感觉 黑棋应该是只能吃这个吧 应该只能吃这个吧 应该只能吃这个 就是要不吃的话 可能就 又被便宜了 它就直接可能打下来了 最强肯定还是吃这个 然后呢 白棋力 然后呢 你挡住 我就搬 你挡 我打吃 基本上这样是白棋的权力 就将来 如果下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看 黑棋的这个地方的实地 就是明显也没有十四木 其实没有十四木 跟刚才那个脱退相比的话 现在等于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 大概就是 十二三木的样子 稍微差一点 对 然后将来主要 它还有能点了爬出来 就是 这还有点味道 就是比脱退定是 这个黑棋的实地还要 就差不多吧 就其实你想 白棋如果是这样 其实就等于 我挤的时候 你呼起来 然后我断两下 断成这样 但是白棋现在 它主要是 它不是拆边 它这个拔花 它这个拔花 肯定比 那个毡上拆个边 它的这个威力要足 你拆边 虽然看上去 好像目数多一点 但是这个拔花 这个后面 要显现出来 这个威力 还是非常大的 那这么算起来 里外里的话 如果脱退定是 是两分的话 对 那这个定是 白棋好 白棋还是要 得分一点的 多得分一些 所以我就是 一般来说 就是靠压 争自有力的那一方 还是比较有力 那么黑的如果不拖 在这个局部的战斗 就是 反正这也是 人家给我们说的 就是你如果不能拖 那局部战斗 白棋就有力 就是它占 地理优势 地理有优势 就是不拖 比如说这种 长 对 长 我挡住 它就说这四个子 白棋这四个子 你也是四个子 但我这四个子 比你这四个子 好像长得好 很有战斗力 长得好一点 它是这个意图 是 实战是拖的 实战是拖的 拖的话白棋肯定就争了 因为白棋现在 争自有力 对 白棋正好可以 争掉这个 争掉这个子 然后接下来 如果正常进行的话 黑棋总是要 搬过的 对 正常肯定是要搬过 搬过非常大 对 因为你不搬将来被 白棋这里一长 对 将来白棋拔了之后 拔完就是长 对 长了一般 沾 黑棋要苦活 那这个子就被割下了 就可以看作 搬和提是建合的 基本上是建合的 就是 一般情况下是 你必须得搬 我提不提 还不一定 就如果你没有 特别好的引针 我其实可以不见得 马上要提 对 有更大 有更紧急的场所 它可以先 对 但是这个白 黑棋好像 基本上这般 是 但是这盘棋 你看 这个吴一鸣 它是在上面 靠了一个 选择这个引针 引针 对 明显是引针 明显在这里引针 但是问题是白棋 现在就提掉 对 就提掉 这个长 接下来就很大了 那太大了 然后黑棋搬 对 白黑棋也契合 如果说黑棋现在再 再回来那就没意义了 那引针就没意义了 那肯定他得接着下 那接着下 说实话 这个棋是这样 我们其实很好判断 优劣其实 一判断就知道谁好 黑棋其实就等于 他没妥协 对 他直接搬了一个 白棋唬了一个 然后他靠了一个 那么这个局部 现在我们不知道 就是黑棋肯定 看上去没有那么好 就肯定 靠肯定不是棋 就是本来肯定打了粘 但白的虎 可能也稍微要亏一点 比粘上 但是虎也有这样下的 是 对不 但是黑的你靠一个 肯定没什么好的 这个地方 对 你肯定没什么好的 那么就咱们这个局部 算是打了一个 55平手 打平手 那这边呢 那这边就是说 本来白棋是一个腥味的 然后结果走成了 这样的一个定型 这个棋 就感觉上 黑棋就有点亏了 对 但是这里就是 你看 其实每一个分支 都是由黑棋主动选择 对 是吧 都是由吴一鸣主动选择 是 所以这个就有点意思 但是因为他主动选择的 这个变化 目前来看 好像并不见得便宜 就是 对 好像是 不太对 他这个 他这个 就是说 要我说 他这个就是说 如果是有研究的话 那这个研究算是 比失败高中了 要是没研究 就是凭自己的心情 这样下的话呢 还可以理解 这个棋被立了半毡 这个黑棋还做活 对 基本先说 你不走 这不能死 死太大了 对 还是在补活 但做活也很惨 说实话 这个棋 做活是真的惨 然后 白的是吧 还有可能跟你打结 打结 这个冲下来 我这个地方 我一冲就打结 你打我打结 然后我这个脚上当结材 对 脚上结材很多 这个棋 白的 他现在靠了 他先靠这个 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一靠 这许维旋 还是 有点东西 看到这不靠了 可以 看到这不靠了 还是有点东西 许维旋 其实在韩国 我们说 虽然没有 没有什么这种 大的头衔 但是很有实力 他这次选拔赛 就是战胜了 这个韩国天才少女 金恩池 金恩池 他把金恩池淘汰了 那是不容易 对 那是不容易 因为金恩池 我确实是了解 对 我也经常跟他下棋 去确实 要往上下 对 确实有实力 确实有实力 金恩池不是前不久 跟这个深圳续下 差点爆冷了 对 对 金恩池 就是现在你发现 就是在韩国的比赛当中 除了那几个 就崔京吴有珍 那几个特别明显好的 基本上就这俩 除了这俩 只要别的女学手 跟金恩池下 好像赔力都是一边倒 是吧 对 属于就是说 已经是稳稳地 坐在了第三的位置 好像是 对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说 中日韩的女子新秀 吴一鸣肯定是代表人物 日本的中医景 还有韩国就是金恩池 这次中医景和吴一鸣 都出战了 但是金恩池 很遗憾地没有出现 输给许日权 就是输给许日权了 许日权 确实 许日权也是美女棋手 确实 就是说 他好像并不只是美女棋手 实力也挺强的 对 我们看这个实力也很好 实力也很好 都看到了这部靠 看到了这部靠 现在靠他 其实有他的意图 就是 问问你 你走这边 他就转过来 实际上你要走这边 你看他先立一下 立一下之后 他回到这个地方 那么很多骑行 他都有这样的意图 就是你看 我先交换两个 你这个棋黑棋 你还好意思走这吗 嗯 就是我就问问你 你好不好意思走这 那我为什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为你这个棋 本来我没有交换 你直接走这好啊 我现在再走这个的话 你会长吗 这就太 你肯定不会长了 这个长就显得有点软 有点软 而且有点重复了 这个地方只有拆三的位置 对 就很多的时候 就是说当白棋 这边需要开拆之前 他先这种地方 先问你一下 就比如说 就大飞手脚 可能大家经常见到 对 一个错小木挂脚完了 他先靠一个 先问一下你 当你一尝 让他再也拆 那么就是你不好意思 再拆边了 也是一种步调 是吧 对 是一种步调 嗯 很有意思 到目前为止 感觉白棋布局 还是很成功 嗯 黑棋主动开解了 这个地方 对 这主动 不能开解吧 就是这个棋 你等白棋开解 它这个冲 虽然有价值 但是也很小很小 基本上费了快大半手棋 因为你把这个节 如果打赢的话 这手棋价值很小 对 现在关于你主动开解 这个地方黑 白棋 它不是 本身前 找的是舒服的 这个脚步 节才太多了 它关键是 它脚步亏 嗯 它就是你 它这个节才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它四五个节才 基本上就是说 本来它就可以这么下 对 嗯 是不是 现在黑棋 不开解的话 它也有点 没有方向啊 没有方向 也不能开解 就你这个可能很难受 嗯 那你不想走 也可以 那么你 你就 这地方走一个 拆个一 走一个 把这两个字控制住 你等它加 你再打起来 这里如果走的话 白棋先走是加是吗 这怎么 白棋 白棋应该 它应该不会走 现在这个情况 因为什么呢 它希望你黑棋来走 你走 我有节才 我给你打结 你不论是你跳 还是直接开结 你跳的话 我等于我一开结 你这个地方 你也飞一手棋 嗯 那么你如果直接开结 等于你也飞一手棋 就这些地方 我现在不下 因为我要下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 比如说我飞一个 嗯 那么被黑的一打吃 我就不能开结了 如果我开 如果我开结的话 然后你再把结给我削了 你再把结给我削了 那我这飞的一手棋 不是又搭进去了 嗯 我就白白亏了手棋进去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白棋应该是不下的 嗯 就让黑棋先动 就白棋这里 其实它还是思路比较清晰的 清晰 很清晰 嗯 它就不下 让你来下 嗯 这个我感觉我们的中国小将好像急了 这个关键是白棋这个本身结这么舒服 黑棋一块也没结材啊 我没有看到黑棋的结材在哪 这个棋 白棋这个下面的结材长得很愉快 是吧 对 上面提 上面提 嗯 然后白的提过来 哦 现在黑棋靠在这 靠一个 对 这个其实吴一鸣 前面 通过看他前面三盘棋 也是发现他特点就是力量很大 哦 力量很大 对 他喜欢这个战斗中寻找战机 那可能在前半盘这个理解上 可能还 毕竟 毕竟 智能一些 对 只有15岁 未来此期 这个白棋接着搬 黑棋可能现在没提结 他提结可能是不是怕白棋给他吃了 消洁 消洁了 有可能吧 这一下也是挺损的 其实 实战他就没提了 其实要我我就先提 说实话这个棋 黑的 先提 你如果吃 我就给你提了 就提了 为什么呢 就这个棋 我毕竟提的提 我这木树还是可以的 你吃一个 是 我这很损 但你这个东西啊 你木树也就一般 你只是说你挺厚的 但你在你这么发挥 后半盘搞不清楚了 毕竟你这里也很厚 对 要么我就先提结 至少我先片白棋找个结 我再接着下 至少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心理战 实在是没提结 实在是接着在这下了 接着下了 接着下了 再提 再提回来 这样的话确实 如果白棋在这走一手棋 肯定不如爆吃 没有那么干净的味道 对 它就没有那么干 木树可能也亏了 但白棋肯定找结 它有结材 白棋在这个局部 结材还是挺多的 点 点 点这个就黑得顶住 还是硬 这将来 将来就断了打吃 打吃 全是结材 再扑了 再扑 再扑了 一二三四 还有四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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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个结材 主要白的 不太好打 对 找得很舒服 这白棋完全不损 所以白棋都是硬 它都硬 对 它都硬 照旗下就好了 对 然后其实黑棋 也不能说每步棋都去找结 是吧 就是它这个棋 比如说你拐一下 你要找结 估计被白的 它能填起来 也不敢随便拖鲜 对 你也不能随便的拖鲜 还是得看 这个结打起来 好像相对来说 黑棋要打赢结会累一点 这个还是提结吧 这个 就你先骗白的一手结材 不行吗 它感觉很直 虽然这里面有四枚 你让它没走一个 它就浪费一枚 对 你让它先浪费一个 因为你现在提结 就白的 它就动你 它是动不了的 其实 它是不好动的 那它肯定是找结 你找完结 不行你再点 对 对吧 这个感觉 太 是不是 这白的你看贴 拍的地方它就虎 它虎了 对 但是虎的话 问题就是白棋 这一手棋把这个子抱持 这个味道全没了 对 味道全没了 关于它结材 没了 其实这里 浩阳 你说这里 其实如果这个块黑棋器长点 是有个冲断的 是有冲断的 所以其实黑棋 这个子死的还是挺心疼的 挺心疼的 就肯定不想 肯定想先早结 早结 然后在这一方再去 想办法加一个什么早结 这种 假如说 就是说这一代黑棋有利益 或者是 就比如说有利益什么粘的话 将来这一冲断 但现在是这样 可能你先立 比如说它可能长一个 先看实力 比如说 可能你冲它将来 它还有可能退 它有可能退 那个地方 可能是走不着 但是走不着 我觉得这个棋也得先提结 提结完了加这个 提结完了加这个 这个棋白的 如果不硬 你就立下来 那这个将来 对 这个马上就冲断 你要硬的话 那我这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我这感觉 结材也够 也给你打 加一个也是局部的 一个好行 对 它现在实际上是点在这 点在这的话 就还是更照顾右边一些 就照顾这边 照顾这边 但我觉得还是 还是得想办法 把这个结打赢 白棋把这个贴起来 这个 等于白棋 这个花一手棋 把这个吃了 很值得 对 这个味道吃得干净 当然将来黑棋 这个子死了后 是不是多一些结材了 利益 断 它就是利不亏 但是你接下来找结 可能就亏了 断 你断上来 断 和人家产品管 我吃 然后呢 将来斩 斩呢 我再吃 你就亏大了 就亏多了 那你要是这个 说实话 一观点 你这结材不见得够 你先一个两个 你三个 我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我还有四个 就你损完 你可能都不见得够 这里找结 其实是有点损的 有点损 但白棋 白棋不损 不损 对 就很难受 这个结材 一盘棋当中 结材其实也是一些 隐含的 潜在的墓术 对 是 结材还是挺有用 也是资源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在打结 包括前半盘 我到现在看 就是小将还是年轻 他对于打结当中 这些转换的 那个判断 还是不够 明显感觉上 这个棋 有点累 然后可以去提 这里找结 它是挡着找 挡着找也没问题 挡着找 如果说我沾 你沾我长 长一个 两个 一样 一样 就你沾墓术还亏了 对 所以它是团在这 它给你一个 犯错误的机会 给你一个 犯错误的机会 团在这 一样的 墓术跟刚才一样 所以黑棋立一下 再铺一个 这个将来还有一 还有一个两个 对 但是白棋再铺 它就有点损木了 你现在的话 黑的一二三四五六 你要铺的话 一二三五六七 损一幕棋 因为本来刚才 将来黑 这个气紧了之后 这个是要自补的 对 损一幕棋 但是它现在看你 你要是找结找损了 那我就舍得损 对 就是一幕棋 我就一幕棋 那现在黑的不好找结 黑的就压一个 黑的压 黑的压 那么白棋 白棋肯定小了 肯定小了 这个肯定小结了 黑的搬住 找了个这个结 这里是花两手棋 对 当然也是很有价值的 这两手棋 价值肯定是有的 这个多两手棋之后 这个右边的模样 右下角 就看这两颗白子的活力了 就是白棋 就是它可能作为黑棋来说 这两个子 是绝对不允许你还能活出来的 就是可能 这个地方 我不能算我的模样 就是我必须全都是我黑棋的实地 我模样已经不行了 这也其实说了 这被一提 如果这还是仅限于模样情况下 黑的木实在是太少了 对 太可怜了 必须把这里算成自己的这个时候 但是感觉很难 感觉很难 这个许瑞璇也是 靠 对 很强硬 特别狠 马上 你刚说这是你的实地 它就撞进来了 对 它这个地方 它就是说白棋 它的意图是 它只要得一些便宜 它其实就能满意 你看它也不是说 一定要全部做活 这个棋 黑的如果刚才长的话 不给白棋借用 白棋 其实它这个地方 它将来扳虎 就是说它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借用还是蛮多的 它可能接着贴 将来这个地方 它比如说加一加 虽然它可以让你吃两个 但通过加了走 就是说它这个好像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 对 它往上贴 你要搬住它搬粘 它这个地方还真的不好杀 所以这个黑棋也不敢跟白棋有太多的空间 对 所以它还是要下得紧凑一些 但这样的话就会白棋反搬了 对反搬就不好搬 反搬只能吃 只能吃 好像只能吃 只能吃 只能是上面多粒打 打就只能提 就拼了 如果你现在白棋打的话 黑棋是要开截了吗 打的话黑棋开不了截 黑的没截残 那为什么不上去打一下 只能粘上 那为什么不上来打一下呢 这里 没打吗白棋 没打 它是单长的 单长了再打 这不是 这打吃黑的打不了截吧 黑的这样打截 截呢 这里 这个是截吗 这个感觉不是截 这我能理你 这个不是截 我感觉不是截 这个吃掉还行吧 还行吗 这还不行 我不知道 我上面还可以打一下 打一下 我再吃 像是这个图是吧 这样你现在 你就这个吗 黑棋 这边有个撑钻 10 20 30 35目左右 40多一点 那得有个冲钻 我这打下便宜吗 不知道 差不多 可能就 我算 我拐不住是吧 还不能拐 拐也被冲死 这实力好像也挺大的 这里挺大的 挺大的 那有可能 所以他 他有可能担心这个打截 是吧 但我觉得其实白的 这样转换完了 其实全取肯定是白棋 但也无所谓 他是选择长 如果能打到的话 他是不是就是 要一手就抱着 要吃这个 对 应该是 他选择弃子 也简明 可能觉得也没有 对 他像是比较轻这里 然后再打 这时候白黑棋 好像没法打截 这没法打截 这没法打截 你要开截 开到里边 那么把它提了也无所谓 对 你要开到外边 他这家还有各种本身截 对 这是只能粘上了 这就只能粘上了 然后拐 拐的话 是想多一些借用 对 避免被你手骑 就把两个直接吃了 它再长 这样的话 逼迫黑棋爬二路 对 让你跟着我爬 这许人学院下的是真不错 是吧 还是很有实力 很有实力的 许热轩也是现在 这个叫知名的美女棋手 知名吗 对呀 很有名 还有很有名 是吧 那确实不知道 就是 我只要他是一个 比较有潜力的年轻棋手 不知道还是一个知名的 他是这个 00后 02年出生的棋手 也很年轻 也有实力 夏成这样的确 我感觉上 就是白棋 你看他通过这个 靠了一连斑 然后把这个地方弃掉 然后通过你这个棋子 得到这一排 等于黑棋的木树 现在就仅限于这一片 这一片 感觉十二十 二十六三十 可能最多就四十木棋 加上这块棋的话 是四十六木棋 白的这一块 现在六七八九十 十三十八二十 这块十木棋的话 三十 加一个角 就是本身 你现在你盘面 就都我十木棋 黑的 然后我这有一排 然后还有各种的后视 对 这个感觉黑棋 的确是很难下 现在 对 黑棋现在是有 稍微有一点 为难 但是 根据我们前面的 几盘棋来看 其实女棋手的棋 就是起伏 这个波折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 所以还早 但这一半棋 你看许志全 其实他控制的还是很 对 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说 这个女棋手 就平行而论 女棋手就是跟男棋手相比 他们 就在掌控能力上 好像是 没有那么稳 没有那么稳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 他容易被翻盘 对 容易被翻盘 就这个胜率 总是像过山车一样 是 到目前为止 我感觉许志全 他人发挥的 还是可以的 对 好像白棋一直是 控制能力 对 现在这个地方 这白棋是什么情况 白的 如果我先扳一手 你挡住 我要唬住 这是个什么状态 他白棋能不能再扳 这里 再扳 他可能现在是不是 担心没有解 担心 是可以扳 这地方你直接扳 要是能 是可以扳 能让你粘回去 或立下去 那我就肯定杀不掉你 我肯定要给你打结 这个棋 肯定要打结 那你就是 假如说我就扳一下 我这样子就吃 对 你吃 然后我粘上 这里面是什么情况 然后你粘上 其实如果说你要粘住我 那我虎道不已经便宜了吗 不是 你不粘 你现在 我现在这个棋 你现在 比我就快 一口气吧 快 就比我快一点 刚才虎的话 就说黑棋脱先的话 是吧 你现在 我图你 现在你走了一个 然后我扳 你现在也就比我快 刚好快一点 你收气 然后我现在爬 你吃 你不就刚好快我一气吗 你还脱先 你咋脱先 那现在还给我下 对 虎是先手啊 虎是先手啊 那干嘛不虎掉呢 不知道啊 虎明显是先手啊 这个棋 但是他怕 他觉得可能黑的 粘在这儿 是不是也有价值呢 就是不知道 我觉得白棋应该虎掉 这里的话就说 本来这一代白棋 是有先手的 对 这里是有先手的 虎先手 这个是先手 对 所以他想保留一下 想保留 想保留 但是其实没什么必要 我觉得 就你把这个虎了 这黑棋目术 就你把它控制在里面收气 你就走外边 感觉已经很简明了 这个棋 对啊 白棋这里 这就像王上老师说的 控制能力没有那么好 他先冲了一下 黑的并住 然后呢 白棋爬一个 就是如果看着刚才虎是先手的话 实在不用爬这个 黑的长 这样的话 黑的如果这个地方 如果有做活的可能 那里面气都不用受了 木属还是能占到不少便宜的 哦 可能白棋啊 我觉得他可能更狠 他不 就是他虎 让你这个一手气静止掉 他想保留 将来搬了再连搬这种手段 对 你说是不是 就是白 就是通常就是 女生说 他就是老有这样的这种想法 所以就有可能被逆转 就是他不想 他总是不肯 把这个事情想得有点复杂了 对 你本来却简单的让他吃完一收气 就这一期就万事大吉了 本来可以讲话一下的 对 但是我们就想要的更多 对 你总是不肯 你这个老是不肯的这个心态 这就是说他总是不稳的 你看我现在他一爬 我就觉得有点理解了 就是有点舍不得 虽然这个先手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占更多的便宜 对 但是这个时候往往 他就容易出问题 容易出问题 现在这个好点被黑气想到了 是 然后呢 那么这里就有 马上出现一个冲断 对 他就是马上他要补助 他就觉得 那我这个太没面子了 我太没面子了 那我在干嘛呢 他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不肯认错 因为你走完之后 你被一尝 可能这里边就也没齐了 你保留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了 他本来是想搬了连搬 然后再唬住 他也先续一道一个 那正常如果冷静下来 是不是还是 冷静下来肯定还应该沾上 或者拐一个 就是反正走一个 但是这个交换 目数上来说已经 肯定是亏了 而且肯定是后手了 现在我肯定不理你了 那确实是 但从优势的一方 从优势 白气优势的一方来说 还是应该冷静 当然他就应该把这个 走掉就完了 对 简单一些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企业 这个就是说可能 男气手女士有差别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是说男气手不会想这么多 对 男气手可能 对 这个企业我也看不清 我看不清很没必要 我就把你收完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不要在意这种细节 对 咱们就 就简单就行了 现在等于 他这个地方算了一半天 发现 我好像有搬了连搬 我这束宝 结果算完之后 反而自己还给坑进去 这是我们揣摩他们的心理 也不一定是对的 然后爬完之后 就脱鲜了 脱鲜了 手这个脚了 但是现在这个 这个明显是有一个冲的 这关键是冲出来太大了 这冲出来就是 白旗不敢挡是吧 这挡也挡 挡背一段 他只能这样跟着一样 就是命令型 说实话 黑的就算一飞 这 感觉黑旗突然多了三十几目 这个旗 而且本来有点逆收 本来是白旗的先手 是 这个白旗肯定是 其实现在黑旗马上冲出来也不错 白旗冲出来肯定是很大 就是我感觉这个 就突然从这个爬开始 我感觉许日玄 好像有点 控制不住了 好像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心态会有点起伏了 对 我感觉心态有一点 这个旗本身还是应该下 然后关键就是 他就脱鲜这旗 难道不是应该守在这边吗 就是 这已经输到一路的一个后市 还要去小飞违控 我感觉这个已经 前面 因为前半盘 这个白旗下的比较顺 是吧 走得顺风旗 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点 叫什么想赢怕输 你知道吗 想稳稳地把这个优势保持到最后 这时候 难免着心态 就是这个技术上面 是不是就有点保守 那是有可能 因为这个 小飞在这边肯定还是比较稳的 那确实 你就是围这个空 就想围 确实 黑的挂在外面 可能说这一代心里 自己下了一步不太理想的起 对 有点情绪化 对 女骑手有的下气是容易情绪化 是容易情绪化 是 突然就上头 上头了 上头了 点一个 点一个 飞 飞还是很有趣 就是不怕靠断 可能 他就打了冲出来 他这个跳的话 他可能担心白的就跳过来 自己这个头可能还是要走到这个 这里为什么一直都不走 看着这个冲 黑旗真的很想把它给冲 就是现在可能他俩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我也是猜 就是 吴亦鸣故意冲出来 他知道很大 但感觉冲出来就这么一飞 被白的这样卷带收官 就收空 可能还是不好 还是不好 那么我就先 在这儿跟你在这儿逗一逗 逗逗闷子 你反正这期你也没心情补 哪天我这个看准时机 我再冲你 有没有可能 还想扩大一下战果 对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空里有一个棋可以出棋 但如果这个时候我出棋 那我还是不好 对啊 那么我就等到收官的时候 或者当终局的那一刻 这个是下棋当中的这个典型的心理 对 就是你突然发现对手可能有一个地方没看到 是吧 你看到了 对 但你一算 你这个勺子如果剪了 发现还不够 对 这时候你就得按捺住自己的这个 对 激动的心情 激动的心 先讲这个洋装在别的地方 对 继续收官 没错 然后找准时机 再把这个 对 把这个烧掉 但是那风险是什么呢 就是万一过程当中对手发现了怎么办 发现了就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就发现就 就眼神 千万不要看的那个局部 就对 眼神一定要远离 对 就是 要东方希望 不看人传球 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猜的 反正 也会定对 但是这个 这个不能说没有看到 这个太明显了 这个冲端 就 吴一鸣肯定看着了 但许维旋 许维旋不肯 他不肯下 他就赌他 你不肯自己补 对 是吧 我就赌你不肯补 这个 所以说手弹也很有意思 就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心理的一个较量 对 没错 而且一方面是赌你不会补 另外呢 也是我就纠 一直纠缠着你 让你没有时间去脱鞋 对 因为这里黑 白皙再沾肯定是一个后手 暂时是后手 肯定是后手 站住 这倒是白皙现在确实是没空 没空在这里站 拐 拐 这里是顶着的 顶着 骑行在这吗 感觉应该可以不用顶 其实 就这个地方白皙其实 他之前第一天没有靠断你 之后他就 他已经没有机会靠断你 那顶的话 如果说白皙就立 是 他就两个交换 他就后了 他觉得后了 其实没有必要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地方你不走 其实白的 他也断不了你 他这不可能靠断 他靠断 他之前靠在这 这个骑行才差了 他最多就是一个 给你虎断 那虎断这个骑 比如说黑的将来 就是这么拖一下 或者打吃了冲一个 感觉也不害怕 这个骑 然后白皙跳 你看看我们猜的对不对 到最后黑棋能不能找时机把这个地方给他走了 这个你看从长了之后 现在已经快二十手了 对 是吧 还没走呢 这个什么时候都不急 都不急 其实这个冲出来 价值我就有三十目吧 也有可能是咱俩想多了 就人家就觉得这不大 他们俩大成的默契 对 他们就觉得这里不大 也有可能 飞完 靠一个 但是我总觉得 这个骑 小吴 吴玉鸣 他如果就这么简明的下 这个骑是累 我感觉黑棋这样下是累 然后来搬 现在黑棋是在做活 是吧 这个骑 做什么活 这先给他除了 再说 这个骑你这个做活 他干什么 是不是黑棋有点担心自己上边 我补一个 我除了两下把这补了 我这一补 我这肯定活了 我这先手 我这已经活了 我已经活了 吃一手肯定是活了 那么我把这一活 你这个地方 你现在一手连不上了 白棋 你连不上 其实将来我这就不可能受气了 这一块棋 比如说他如果想我们来威胁你的话 不好意思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这个棋 这是你能说你把我吃了吗 反正我觉得作为黑棋 要这么来拼上风 反正我觉得黑棋现在肯定是不拼 肯定是有问题 这个棋 就拼 对 这样的话对这个压力一下就传导到白棋方面 对 杀棋还是很 杀棋太累了 对 就他还是一直在强调这块棋的后保问题 我觉得有点不对 这样下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就他一直在做活 对一直在做活这块棋 这样的话 左上确实是活得非常的干净了 是吧 踏实了 你看你看果然白棋都不是自补 白棋是要来吃你 他也不是吃你 他可能顺势这样牵手就补住了 就是如果真的你被白棋 把这个地方藏出来 顺势把这个地方断点补住 然后你就做活 我不算吃掉你 就算你让你活 黑棋刚才还是我们点的这块大概40 全盘上的50来目起 白的这块大概10目起 这块差不多20目30目40目 他走一走收收官 他也差不多50目 就是这个棋 如果简单的黑棋这样去做活 被动的被白棋去威胁 肯定很累很累这个黑棋 天幕负担很重 对 所以这一代谁先动手 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 挺大的 这个棋当初冲了冲了一吃 我觉得这棋说不定已经黑棋好了 对 这就是刚才这里别搬了 别搬 这个时候是不是赶快脱鲜 对 因为长 首先长和粘交换 我就白棋已经便宜了 便宜太多了 这是要交换一下 莫非当时他冲过来 他也是怕白棋长 不可能 这哪能长呢 我这没有籽 我这没下 我冲一个 你这棋 你怎么还敢长这个 这棋 他比如说 如果能先就长一下 长一下 现在敢长吗 你能看看我这部棋吗 你能尝尝我这部棋吗 我这一闭住 你吃这仨吗 我这边还吊着仨 这不可能 这棋 白的只能长 只能长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这棋 这两手军 这两手军 这一吃 感觉这棋已经瞬间逆转了 黑棋 好可惜 其实黑棋现在是一个 机会很好 对 白棋这里下的 是真的是像 可能像王瑞老师 有心理负担了 有压力了 有包袱了 要立功了 因为许和权 好像我看到报道说 他入断六年以来 第一次代表韩国 国家队出战 是吧 而且你看 要面对一个三连胜的棋手 这个时候 能够赢下来的话 那肯定是立功 是 那是个起措施的 好的机会 当然 也还早 还早 还早 这个其实胜负 主要还是在中后盘 对 沾上 前面是不要有 太大的这个差距 就好 飞一个 飞一个 飞一个感觉 感觉 飞一个感觉 不吃起 为什么 飞一个 我感觉 感觉这边也没走着 这边也没走着 你这棋 你就是 我觉得白棋 你要不就把这走了 要不你就把这走了 我觉得 我就虎一个 还是就是 走好一边 对 我走好一边 就是我这两个字 现在保证我不死 你现在你就不能冲这个 对 你现在你往外跑 我顺势把这裙带上了 你往这贴吗 我就尝 我为什么要 踢掉这两个字 我没有看动 对 如果我就尝 我这走一走 我不就没棋了吗 你往我这贴 能有什么前途 是 你要不往这边贴 比如说你往这边走 比如说我就把这两个字 我就回来 这地方你还是不能冲 那么你不就走一走 我就接上了 就感觉这步棋 看似是想兼顾两边 实际两边都没兼顾 其实下棋时候 特别忌讳这样的棋 如果能够一子两用 当然是好了 对 但你发现这个难的时候 你还不如走好一边 对 我觉得是 走好一边 它有八九十分 是吧 对 现在走在这儿 吴一鸣是冲了 把这个两个字吃掉 淡淡地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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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淡吃掉也有价值 就它尝到这儿以后 将来这个地方它有结了 它可以虎了 扳下去 它有结 现在 现在黑白旗有空扳这个 白旗有空 它还是很稳 就是这个 就这里 彻底看淡了 对 彻底的 既然我敢爬 我就不补了 对 是吧 确实 但这边走几下 还是白旗便宜 就是说实话 虽然它这步棋 两边没走着 但是它还是便宜了 白旗 这个地方 现在好像冲不了 现在冲完 这个地方没活 也不能冲 先夹出来 夹出来 把它应该就结上了吧 拐了一下 拐一下 那就相当于补助了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传说中的 什么 先中后 咱们维系 咱们很多期要知道 一个就是先中后 一个就是后中先 就是你现在这个拐 你是先手 但是如果 就是比如说 如果看到我吃 或者我就顶 就你本来沾 它不也得吃吗 就是 你不走的话 对 你不走 我就给你扳断了吗 你不也得吃吗 就是我不论吃 还是走这 你果然有什么好处呢 对吧 你只是看着下一步棋 确实是先手 对 但这肯定是 一步先中后 这肯定不便宜 俗手 俗手大王 然后再挡住 这下的确实稳 不让你扳下来 对 它就是刚才要补住这个 对 补住这个节 扳它做节的手段 现在是点 这个不太对吧 对不起 对吗 本来 是不是有直接 有没有直接 给你来 直接切断 来个直接的 有没有 它如果夹 就从这里 从这里冲出来 有没有可能 这个起 是太凶了吗 是不是有点可能 有点可能性 我这个粘是不是先手 它毕竟气紧 气紧 对 我这个粘如果是先手 你是不是 除非你把黑戏担心 上面死活问题 我就没担心过 我就看不见 我就没看见过 那个地方还会死 就是这个意思 那它一定让你睁眼看看 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 我一直还是认为 这个气紧 黑的有点悲观 可能也不见得 像我那么感觉 那么悲观 还是先稳住下 你看它这下的也很稳 这就补住了 这莫非对黑戏 对形势的判断 觉得还可以 可能是 就我从目前 对小吴的下法来看 他其实觉得自己形势还不错 还不错是吧 对 你看他这种下法 点了补回来 是吧 他等于花了一首棋 把它补干净 就我也不太清楚 他平时的话 棋风是什么样的 这样 王瑞老师有没有了解 就是从目前来看 就看他 因为我前面 看了他第一盘和第三盘棋 我觉得他就是在战斗当中 战斗当中 他不乱 就他 他那个不会说一下崩溃 他能 就是还是挺有韧劲的 那就是还等机会 等机会 等机会的 属于等机会的一个棋手 那么 那这样下去 也可以理解 就是他还是 就可能他觉得 勉强或者不太行的棋 他觉得还是先放一放 先等到后面的机会 再去 因为像他昨天那盘棋 和日本棋手林木布也是 中间 昨天那盘棋 也是杀的特别激烈 大棋大落 但最后还是 吴一鸣笑到最后了 就他几次转换 他其实判断的还挺清楚 还挺清楚 虽然看起来可能 也许有更好的下法 但是他那种下法 最后赢下来了 我觉得就是正确的道路 他自己能够把握好 反正因为从目前来看 我感觉 应该还是白棋 要占据一定的上风 其实 那么等机会 其实也可以 就是有很多棋手 也是等机会的 就是说 就是 那个谁 王老师应该特别了解 那个陶欣然 陶欣然 他就是 一直就是等机会的典型 应该是我觉得 就是世界中 最会等机会的棋手 真的吗 对 为什么这么说 不是 我跟他 不是你在维甲 那个西安队 就是一起 很长时间的队友 他就每盘棋都是 差的不多 但是就真是每盘都不好 然后就一直等等等等 最后 然后就还总是 特别冷静 特别冷静 还总能逆转 特别神奇 对 陶欣然 对 他性格好像也是这样 慢悠悠的 他就是慢悠悠 就是这个样 真的是 每次就一摆棋 一副盘什么的 我就前面给他一顿皮 你知道吗 然后他试试 确实确实 我确实确实不太 但是发现最后 赢的总是他 然后总是他赢 然后我再输 你总是 那也没吧 没脾气 没脾气 赢了 赢气才是用到 对 就是我觉得 他像这种 就是这种 特别等机会的棋手 有这样的风格 有这样的风格 慢郎中 但吴一鸣 我觉得他不是 你不能说 他是在等机会 那种棋手 吴一鸣 就是 不知道 我也不太了解 就是他 我觉得战斗起来 我还是比较看好他 但现在这排 是没战斗了 是 现在这排 体验 那就成收关了 对 白的 靠这个 可能我们说 许一鸣 有心理压力 吴一鸣也想赢 他三连胜 四连胜 究竟是谁 压力更大一点 对 肯定也是想赢 其实下棋 很多时候 也是一种 心理的较量 贴 长 但这个棋 反正 是如果说 断了 现在断 就不厉害了 为什么 你这个地方 你已经补了一手棋了 那么这两个词 就与白起来 说无所谓了 你和之前刚才不点 你直接给它断了 那不一样 价值变小 对 你要直接给它断了 吃在这 你这手棋就要省下来了 目前来看 好像 它还是很稳 对 它倒是不慌 不慌 这一点其实也 也挺难得的 你任何时候 得随时冷静下来 对吧 你自己一慌 有可能你突然 这个棋就 戛然而止了 是 有的时候你不慌 对手就容易慌 确实 确实 像成这样 像成这样 怎么样呢 要不我们还是 判断一下 好 感觉现在像成这个样子 还是再看几手 要不要看几手 这里再定一行 再看几手 它飞了一下 你看好像是 是好像进入收关的感觉 飞了一个 摆得走哪了 我看看 飞了以后它是 长 这 这是什么 怎么遭到了这个 浩阳老师 不是 这部棋是什么意思 这部棋 你为什么狂笑了一下呢 不是 我看不懂 这部棋是什么意思 这为什么不搬呢 这不是可以连扳吗 这都是先手 这都先手 你这棋还是紧的 这长一个是什么意思 太稳了 是吧 太稳了 太稳定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部棋 关键之后 压还是先手 一堆的先手 摆棋 怎么能自己成一个 确实 怪不得王老师 再看几步再摆 这个棋 看几步可能就 我的天 什么都是黑棋的 是吧 今天这盘棋 好像节奏比昨天慢 比前三盘都慢 不是 这什么都给黑棋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白棋 那他也有 白棋这盘断 还可以吧 是吧 这部棋 然后尖 这是 是什么意思 下到这 咱们怎么判断 下到这 还走这 走这 搬一个 下到这 下到这吧 行 如果说咱简单算这样吧 怎么样 要不然就再看他 又看 再看 再看 看完 就断一个 断一个 他实战已经是这么下的 你看 我看 我害怕你 因为你判断的话 可他实战 我不用看了 我实战什么意思 全死了 白棋这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 咱们不用判断了 对 我说你还是看实战 因为你的猜测和他们的进程 总会有误差的 那确实误差 那白的全死在里边了 不是什么 这个 尖了一个被拐回来是吧 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前一秒是什么情况 前一秒 前一秒拐回来 如果说前一秒 前一秒 这会儿形势怎么样 前一秒 前一秒 我们看一下前一秒 像这样 像这样 12 18 好 杨老师帮我们判断一下形势 这个棋 前半盘来看是白棋一直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进入中后盘以后 好像形势在不断地接近 差距在拉小 这样好像已经 逆转了 对 已经逆转了 这不知不觉中 像这种长什么的 不是这种 他都在停招 我确实看不懂了 这长是什么意思 包括 所以你看这一招 你这样判断的时候 我觉得你 可以再看他们两手 确实 你这个肩背一拐 就死了 是不是已经 你还需要点木吗 那肯定点啥 刚才已经不太够了 刚才已经盘没十木齐左右了 对 不知道什么意思 为什么刺了一下 是难道希望它粘回去吗 不知道哪看错了 就吓晕了 因为肯定是进入毒秒了 进入毒秒了 这个是不是一个 出现一个低级失误 对 那肯定是低级失误 这个一拐 所以说这个叫小魔女 小魔女 对 吴一鸣网名叫小魔女 最近因为一只连胜 大家也喜欢叫它小魔女 看来确实是有魔法 有魔法 确实 吓着吓着 有魔法 这个四连胜又在招手了 这好像应该是 应该是不出意外 应该是 小魔女 那意思就是说和瑞老是 瑞老是魔女 这是小魔女 小魔女 都死了 这个绰号 我觉得还挺契合的 都死了 后面还 我看还没有结束 还在下 但是 黑漆只要别打勺 肯定黑漆是有 从目前这个形式来看 好像黑漆又便宜了 后面关注 对 因为你这个白漆粘和拐 这个损失太惨重了 对 现在盘面15分以上 相当于白漆是一个 突然短路了 这个时候被黑漆一拐 现在形式 黑漆是彻底的逆转过来 对 现在是明显失影 对 现在这个棋局还没有结束 还在进行 还在进行 因为我们一会儿 还有一盘 我们是王中王的 今天第一轮的比赛 男子的比赛 要不要我们 请浩阳老师 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盘棋 好的 可以的 这个棋确实看得 还是 确实感受颇深 就感觉我突然看到 这样的结果的时候 又想到了 当初那个时候 王瑞老师说的 说你去手这个棋 控制能力 没有那么好 你对这句话 有了加深了一步的了解 有了非常加深的一个理解 毕竟我们也是 这么多年了 相互之间 其实 就是应该说是 最后 这样的一个 结束的一个方式 有点 确实有点理解不了 突然一下 对 就是这个计算 实在是过于的简单 我觉得可能 应该也是 赌秒的时候的失误 因为这个时候 肯定进入赌秒了 对吧 现在已经将近四点钟了 这时候肯定是进入赌秒了 这种赌秒中 对棋手的那种压力 可能和旁观者来看 感受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就是说 我觉得从这盘棋来说 咱们这个小吴 小魔女 我感觉在前半盘的理解 和这个判断转换的这些方面 还需要加强 是明显不够的 对 还有很大的空间 是非常大的空间 需要加强的 当然后面在作战 包括这个具体的这种韧性方面 好像还是不错 对 还是不错 然后包括一直在等机会 属于就是一直也是 对 你看他不乱 他不乱 他不慌 所以这点其实还是挺宝贵的 其实他后面这个棋走到最后 已经就可能已经慢慢 已经要逆转了 就是作为这个许玉玄来说 后面他下的实在是 太难以让人理解了 就是说可能还是心理包袱有点重 我觉得 心理包袱有点重 主要还是可能第一次代表 国家队参加这个比赛 也是积累经验 也是积累经验 那当然对这个白棋来说 是很可惜的 很可惜 前半盘是 顺风顺水 对这个一直是控盘能力很强 对 这也展现了他的实力 对 前面的话他就还是在拼的状态 就是说他没有这种想用 怕出的包袱 大概就是从这个爬开始 突然掉字 对不对了 也有可能像你说 可能情绪化也上来了 自己 对我们这样猜测 是 现在这盘棋 从目前来看 黑棋后半盘如果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对 应该是拿下了 对 基本上是四连胜 那么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直播另外一盘棋 如果这盘棋结束了 我们随时跟大家通报结果 好吗 那这盘棋我们就告一段落 稍等一会儿 一会儿回来 好的 也许你无法 也许你无法 也许你无法